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信很多乘客仍然被困在仓内 据中国官方媒体引述救援人员的报告说 可以听到从这首轻覆的客轮内传出的呼救声 目前还不清楚造成事故的原因 东方知声号客轮从南京洗往重庆途中遭遇龙卷风之后 很快就沉没 据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 在星期二清晨率领救援人员抵达救援地点 据中国中央电视台说东方知声号的批准再客量 是534人 中央电视台说的8个人是